把猪骨头和猪肺洗干净 冷水下锅 把猪骨头和猪肺擦一下水 加上几块姜片 来点料酒 把它清洗干净 大家看这个像什么 小胖腿两条 这是我妈种的胡萝卜 小小个的 把它切成段 放入砂锅 可以关火 把它捞出来清洗 一起放到砂锅中 把泡发的菜干清洗干净 把菜干的根部去掉 切成床段 再加入南北杏 两个蜜枣还有白芙苓 加入适量的清水 放入砂锅中 烧开后转成小火 煲一个半小时 好 时间差不多 加上适量的盐 好开喝了 菜干味很浓郁 这道清热愿飞 只可的客家菜干猪骨汤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试一下